大家都能理解这年金改革真的是件重要的事 可是难不成是怕马总统或是行政院讲不清楚为什么明明是同一届事 今天呢却从早开始一连开了三场记者会 先是马总统再来是行政院 接着还有权势部把媒体搞得疲于奔命 就连老委会参事也不买账 总统立临 为了年金改革方案 福音一连开了三场记者会对外界说明 首先马总统先在总统府与行政院长陈冲 考试院长关忠以及立法院长王金平做政策宣示 接下来行政院也有动作 我们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记者会 由行政院副院长同时也是年金改革小组召集人的江仪化 率领经监会老委会等相关部会首长一字排开 补充说明老保年金的改革项目 下午全需部也接力举办记者会 只是光是一届年金改革就开了三场记者会会不会太多了 大的方向跟大的原则 来做说明 那么在院的这一边 因为这涉及到考试院跟行政院 所以我们必须要整合各部会统一口径 记者会越多其实对于一个政策的沟通 跟说明效果会更好的 江仪化解释这是不同层级做不同的事 还表示可以加强政策沟通 只是江仪化的自信满满 看在政策对象劳工的眼中 却是不以为然 没有事先跟大家做充分的沟通 不是你说几%就几% 不能像今天这个样子说了就算了 年金的改革是百年大计 急不得 正对年金改革 政府大动作以三场记者会说明 只是这样的方式是否就可以解决问题 恐怕还很难说 雨天TV综合报导